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写到的 包括像张杰提出的 那我的观点就是观点呢 现在光级难控制这么近 你任何地方要独立那都挺好 对不对 我们都特赞成 那现在独立不成啊 你独立不成啊 我的历史感觉就是 这跟革命似的 在最应该革命的时候 他往往革命不起来 他压制最狠的时候 所以革命实际上老是发生在 那最狠的时间过去了 都不那么狠了 那个时候才发生 而那个时候就变了一个 那时候你革命是不是最恰当的方式 反而成问题了 当然在古代呢 冷冰气的时代 正的情况多一点 冷冰气都是如此 你看那个讲秦 都是秦常的暴政 是吧 陈正宏刚写 那你看看陈正宏他怎么写的啊 那也是先是 秦始皇都死了 现在这皇帝不行 所以咱们上了还有斗争 公子复苏又怎么样 对不对 那陈正宏都是靠 他是很分析形式的 他此前秦那皇的时候 未必就没有同样 陈正宏武广的事情 你这就跑去 叫你去修长城的 误了气了 那可不 有的就等着杀头 有的就逃了 对不对 或者有的刚刚闹起 还没闹成了 就给压下去了 你就说那革命戏剧是不靠谱的 对啊 他往往是后头的 往往是后头 这个样造成的 就跟现在 现在这个最可恶 最少的 尤其可恶 他们的任何地方 他们要用任何方式 我们认识任何方式 要独立 那我们都觉得是好事 问他 他什么时候闹 什么时候折腾不起来 问你在这儿吗 你只有等到 郑安中各种金色集合 他有了民主转型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会出现 这些东西才 亚洲才会表现出来 才有表达机会 也知道那个时候 就我一篇文章写的 就当年苏联 那个十不动能源 阿玛利克 他在七十年代 写过篇很重要的文章 就是苏联能存在到 1984吗 他就认为不可能 他就认为 民族矛盾很坚实 他是最早指出 苏联存在严重民族问题的 而此前人们都不认为 苏联 连戈尔巴强 都不认为有问题 结果事后呢 果然苏联就垮了 就解体了 但是呢 苏联解体 民族分离运动 是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民族分离 发生在苏联 不是发生在暴政之下 是发生 苏联就已经通过 修改了宪法 就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而且完全从质子上 完全就是民主质 而且就已经在选举了 也都民主化了 他这个监督共和 他自己选出来的 他在闹独立呢 不是压子 所以他是这么造成的嘛 我觉得我最后提出 这问题就在这儿 你中国也是个样子 同样的就跟我们谈那个 吕秀莲一样的 是啊 他也知道 大楼不民主 态度不可能 但是您这话里有个死逻辑 对 死逻辑就是说 因为这是从概念到概念 是 就是因为专制太狠 所以革命不可能 等到革命可能的时候 革命没有必要 那就很可能了 所以他另外一回事了嘛 我就讲 因为他现在热兵 这是因为概念本身造成 我就说他一种 上面这种控制的改变 它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不像古代的 有时候就是 确实有冠冰冰冰冰 就烦起来了 你就在 但这些情况是并不 在近代都并不太 都是很多因素 促成了一种 改革的局面 机会的出现 在那个时候呢 你各派参与的 这些 参与者 你怎么做 就变得就很重要 所以你得修正您的判断 就是说 压迫最狠的时候 需要的是改良 不 那时候改良都不行吧 你要能改 就是他最狠的时候 他就是最坏 他什么都不干 就光在那做坏事 然后但是呢 这种情况一般很难持久 它有各种因素造成 它就会 它就发生一种变化 而能变化 你也很难清楚 它的变化 以什么方式发生 或者底下来 来自民间的 或者来自上的宫廷的 或者是来自 外部势力 这都有可能 当然问题就是 像李小强说的 大陆不民主 台独不可能 他也承认那句话 那我们说 大陆不民主 台独不必要 那同时 我的文章写着 同时也就承认 大陆民主了 台独就变得比较可能了 你大陆 因为你大陆狠嘛 过去共产党 你现在大陆民主 你就不那么狠了嘛 所以你真的就比较可能了 你必要性在降低 如果在大陆 最不民主的时候 你台独独立性的 那种道义正在性最强 你最应该独立 对不对 那大家就百分之百支持 等你都 你大陆都民主了 你要有独的 那很多就觉得 就就觉得没必要 就不见了支持 但是呢 从可能性来讲呢 那就是大陆 一旦民主了 台独的可能性就出来了 他有这个出来 那我的意思 其实是我关心的不是 今天就提到那个问题 我现在关心的 很多朋友们都在问 说这汉人怎么 共产党要好国民党 怎么骗他是吧 那他们骗了 当然有些人恐怕是 主观意识上就想骗人 有的人呢 当时他还真不清楚 他比较天真 那他就那是对他答应 他就做了这个承诺 后来发现 哪不是那么回事 就改变主意了 或者后来 他们这派掌权了 但他被变原化了 等于那些比较开明的人 答应了你们好事的那些人 最后掌权都是没有他 不论着他们 是另外的一些人 虽然是共产党 但是共产党那些比较坏的人 那些人在主了 那就变卦了 另外一条就是 我关心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方式 方法路径 这个我觉得是最关心的 你这个 统都问的就这么回事 如果是自愿统一 和和平分离 两个都一样好 一个是人家自愿 愿意我们共同一个国家 那有什么不好 一个是两边都同意 大家和平分家 握个手 拜拜 那也都挺好嘛 所以你要说我主张什么 我觉得这两个都好 我在这个意义上 我并不是坚决要 一定要统裁好 我也不认为一定要独裁好 只要能达到这种方式 那都好 那我最关心的就是方式方法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我是主张统一的 那你要坚决反对 用武力去统一别人 你要坚决反对这一条 那么如果我是主张独立的 那我要想 我在什么时候 做这种事才合适 如果我在不掐当的时候 就把这个问题就摆出来 到出来反而给了 那些强硬派一个借口 他以镇压独立的名义 跑来 把本来一个可能 完成民主转型 这个机会给去掉了 问题在这儿嘛 就像香港一些 主张港独的人 一个道理 一个道理嘛 所以当时你看美国 他们都提到说 你这是自杀嘛 你现在大陆还明明 中华上明明控制在那儿了 你搞民主运动呢 他还不太 找不出太多借口来压你 你说个独立 那他又理了 他抓着这条 给你做文章嘛 换句话是 你就有个时机 先说什么 后说什么 我觉得在最初阶段 就是先要一定力 把这个民主战 能够和平的进行 因为你如果过早的 提出了独立 因为在中国 提出独立的 一定是弱势的一方 你要真打起来 肯定得吃亏 王军涛原来也讲过 那话也是对的 就我们同样也讲过 他说 我假如 如果你要说 我说你们 如果你们斩权了 你们遇到别人独立 要怎么办 那他就很简单 他说我们当然反对动我 但是恐怕 那时候我就下台了 那就是 那时候强硬的 就说你不行了 都把你赶下去了 对不对啊 你们最忠实的朋友 如果那个时候 坚持这种主要 你们自己就倒霉 换来还更坏的人 如果你晚点提这个问题呢 他还能够掌权 能够采取比较缓和的 双方都缓和了 等过了那阵子之后 你提出来 那边他就找不出理由 或者专制室 真的被打垮了 他需要时间 不如说今天垮 明天就消失了 他力量还在那 真的他不成就一定 没有 没有复辟的可能性 把这个图示 比较有把握 你再尖锐的问题提出来 哪怕很多派人不满意 那他一定要会和平的对待你 他结果会跑去打你 对不对 你加拿大 也表决过啊 你西班牙 他们都没打西班牙 都没有杀人 对不对 同意 他都没有杀人 那就好办 那个时候 你主张独立的 你提出来 对不对 那些人还是不干 不干那也不会受太大委屈 你至少原来的自由民主 都还有 对不对 你不至于在 咱俩还不说 你要提出来到时候 你把已经都有了 都给丢掉了 主要是怕这个样子 主要是怕这个问题 所以我更关键是方法 你谈了胡适 胡适就是老说 说我们中国人是目的热方法忙 光看目的 光看最后目标 那一谈目标 那当谁谈的 彻底谁就最好 最受欢迎 他为什么搞得很激进 当参目标吧 你这个时候 我比你还得好 对不对 你说分十块 我分二十块 你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你问他 大家说这个 你问关键是方法 用什么方式 在什么时候 用什么方式是最合适 我觉得 所以我们抢掉的 学委我们的前几个元 那都是一条目 就是要和平 对不对 第一要民主 第二要和平 要过渡 所以过渡 就是为了保障它和平 你免得在矛盾 在各方面 还不成熟的情况下 就发生对决 发生对决的情况 那必然是传统的势力 会占上风 要说 中国刚刚民主没多久 就打起战来了 那军权一定是在保守那边 一定不会在民主派里头 因为你跟他关系太远 跟他关系太远 对不对 军队在任何国家 都比较偏薄 共产党垮台了 但军队的将军们的元 什么大部分都还是 原来是共产党人 你不可能 你可以通过选举 当市长 当省长 当这个党 都当完了 但军队的司令们 将军们 那都还是原来的呀 都还是原来的 这些共产党人 你不可能晚上 就去当个将军嘛 对不对 所以问题就是 在初期的时候 肯定是 问题是 前苏联 前苏联什么 不是解体吗 对 这个 还是 除了车程 打到一探红车 其他都还是 是啊 就封了就封了 因为他问题 我这讲 虽然不一样 虽然他是 他是 叶利钦 俄罗斯 他要独立 他宣布脱离苏联 我说就跟中国似的 假如 假如中国 比如四川 或者四川再加上 再加上 就是很大一块 宣布要脱离中华人民 中国 要独立 那 没人能打得过他 他自己就是最厉害 谁打他 他都走了 那你们说 藏人 要独立 那谁去打 没人打你们 所以他们的就在这 当时俄国就是这个情况 是 本来 矛盾 坚持 就是各个少 像 像波罗蒂 还三小国 他们都要求独立 因为苏联宪法不一样 苏联宪法是承认 加盟共和国有权独立的 所以当他们开开实实 在表决的时候 在走程序的时候 苏联政府是 马上没办法的 你不像中国 中国没有这一条 所以你开始 你在讨论这个问题 就给你压住了 就不准应该 我回应几句 对 我回应几句 我觉得这个首先 就是关于苏联 跟中国的情况来 这个胡平提到 这个俄罗斯要独立 这只是这个技术性的原因之一 关键是苏联 是十五个 加盟共和国组成 不同的民主 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宗教 强行捆绑成一个苏联 差点把中国都绑进去 当时江西不是苏外共和国 口号是保卫苏联 那就说 中国的差点成为苏联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没有和平 第二 这个中国将来会出现三种情况 中间的情况 两个极端的情况 两个极端的情况就是说 实现民主之后 由于实现了民主 大家突然解脱了 也许战族人 维吾尔人 蒙古人 觉得大家在一起过 就这个版图一起过 也还可以 然后高度自治 联邦制 这个事情 有宽舍就在大民主的前提下 大家解脱了 有权力了 如果是有达兰马这样的智慧 在引领 达兰马还建在 有这样的智慧 说西藏人听他的招呼 怎么样就怎么样 然后这个情况 这个情况是就是说 动荡比较小 我们再想了 一个最相反的情况 完全相反 那就是不仅是西藏 要寻求独立 西藏寻求独立 蒙古人 恐怕各个省 都要求独立了 广东啊 这个突然发现 韩国五千万人口 这个不到二十万平方公里 人家可以创造出一切东西来 为什么 人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如果你说广东省 你想想 如果广东省是个独立的国家 广东省 创造的绝不一样于韩国 上海也是这样 银河好像要接近韩国 这不是经济产生的问题 就是说那个艺术 如常性 你这个手机啊 你这些科技啊 韩国是牛发比的 韩国为什么你可以这样 韩国是个独立国家 韩国要是中国的一个省就完了 韩国要是中国的省 哪有什么创造力啊 所以说上海也是这样 如果说上海独立了 它的创造力 那绝对比香港还要强 所以香港又回归一个独立地位 香港真正是亚洲市场的中方不住啊 所以我是说另外一个极端的情况就是不仅是 其他地方干脆中国就变成欧洲 就是中国可能变成欧洲 在国际社会的干预或者协调之下 成为一个东亚大陆的一个分散的国家 就那个春秋战国时代 三十六国或者齐国 只不过那个时候为什么要打 都是端子独裁国王的天下 那么将来就不会打 是因为民主的天下 但中间状况也可以出现 中间状况 中间状况就不是这两极 而是说部分地区可能获得他们的独立 最大的可能是少数民族地区 这个情况的出现又会在联合国 美国国际社会的主导下 为什么呢 可能是发生了战争 台海战争 南海战争 中共被推翻了 中共被推翻之后 联合国军进驻中国 要代管中国 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 暂时代行管理中国 台湾的不干 说我们是要独立 不想代管 但是美国要求他代管 脱管 脱管之后 这个时候可能在联合国的主持下 组成一个汉人的地方 相对是一个国家 长江黄河流域 新海革命的十八省 十八省就这么来的嘛 然后其他地方 在联合国的主持下 美国主持下 西藏必须独立 新疆必须独立 蒙古必须是一会儿 这是完全可能的 这个中间状态 我那个 对 你说 我就是 这本书最后的一条文章 专门谈到这件事情 也谈到这个情况 我觉得这个情况是很小概率的 非常小概率 因为我谈上讲的 我很讲的就是说呢 我说当然一旦 中国政治开放开始转型 汉人地区也会有很强烈的要求 强化自主权的这个呼声 每个省希望自主权大嘛 不像现在共产党管让那么死嘛 对不对 甚至会这样要求独立 这都是很可能的 但是呢 今天中国和清末民初不一样 和所谓改革开放前都不一样 因为人员流动已经变得太大 特别城市人口 没有一家城市人口 全是由一个省组成的 大城市的 你在你亲戚里头 查个担待 一定有外省级的 所以没有 过去不是这个样子 过去他 他一家人 他就是四川人 他跟外省一点关系都没有 也就是现在人的省级意识 要比过去弹幕的多 你经济的全优化 生活完全勾连在一起 就很难区分 而现在 你广东也是 那过去 那广东那地方是很强的 现在你看 广东是去的外界人最多的词汇 其实这个无所谓 他们那个掺杂的弧度非常大 民族混合混血混混 先我讲完对不对 我说这个第一 这个他变得就变得非常不一样 就是现在广东的人 并不都是广东人 四川的人并不都是四川人 而占的比例 而且这是个亲戚各种多 同事同学那种关系 这错综复杂 那个是远远超过过去 我们从 你像我年纪长点 从毛三过来 我们说 那个毛三那个时候 各省之间的 因为他不交流嘛 他们 人员不能随便 迁徙迁徒逗逗嘛 更没有经济的一体化 所以这个是当了很凝聚了 还有他 你包括军队 现在川军 他并不是由川人组成的 并不完全 他将军们都不是当地人 他为了 而且他成为一个习惯 你过去那些军防 那就是当地的 你中国反的乡军 那就是从想法招来的 每一个连每一个牌 就是你那个村那个 所以他一个听一个的 所以他 地方的军事领域 就控制军队的能力 现在他都没有嘛 这个是纵相比是这样 纵相比是这样 我也讲这个欧洲的情况 到什么程度 不要说是各个国家 通婚通姻交通来来去去 而且甚至过去互相嫁公主 嫁女儿的时候 这个国家就给公主 成了那个国家的女王 这个国家的什么 谁又成了什么国王的 全是混杂的 西班牙的国王可能 根本就不是西班牙人 而是罗罗人 但是并不妨碍 欧洲大陆形成了很多国家 那么形成国家之后 就是分散了 这个欧洲的模式发现 避开了东亚的灾难 为什么呢 如果中国跟欧洲一样呢 有些国家是灾难的 有些国家很差很差 但也有些国家发展得很好 不至于整个大陆都沉沦 但是回头来 到了发展的一定时候 分个酒币合计 欧洲你看不是一个欧共 二十七个主持人欧共 欧共就是取消各个跨越的 护照的通用 签证通用 不要签证 然后货币都是欧洲货币 然后一个欧洲共同体 形成一个罚者轴信 它是最后这个 可能是跨越好几个阶约 又达到了一个 但是就是说 你传统的这个家庭 亲戚朋友 这些不会成为妨碍了 关键是 这个一个帝国岛 它是一个红色王朝 它只好可能会发生 一个深刻的思想变革 而且那些国际化很强 就是到时候 不只是中国人 讨论中国的问题 恐怕整个国际社会 就我就设计上 很多种状态 我不知道什么会 这点我也谈到 这个问题 现在中国比较要求 独立的这些 都是在内陆 就是和西方国家很远 很难干涉 而且像中国那么大国 就是 你除非发动世界战争 你被打败了 才可能有外国托管 否则它根本不可能 战争的情况 所以我就说 那些那些 可能就是 逻辑上并不是不可能 但是非常非常 那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 如果你政治角色 建立在那个基础上 你是个自杀 这点我就很 关键就在 中国一旦 你看我们现在 这么多年了 离这个名转型 还显得还那么遥远 如果下次有机会 无论如何 绝对不能再错过 我们再输不起 再输不起一次 一定要 我们一定要 如果有这个机会 让它一定要平稳 这个转型 哪怕慢一点 都不要退 你看今天就退到这个程度 你八十年的时候 我们什么时候想到 能想到这一点 所以基于这种可能性 你必须要 就是我们现在尤其是 在这种比较冷静 尤其要很强烈的 这个意识 再也不能错 下面有机会来的 一定要抓 紧紧的抓 绝对不能再失去 再失去对我们 我们几代人 对 都是极大 这个焦虑感 对 我觉得你这个焦虑感 一直表达的很久 就从八九 反思到现在 但是我觉得 总体来讲 就是说 这个事事不由人 就在这 就是 你以八九年来看 应该说 当时的学生组织 已经到了非常理性 不得了 是啊 是早了 就是 当时韩国的学生 当然我是从 从那个专上学联 他们听到的 说他们说 韩国学生说 我们要向北京学生 我们以后游行 不能出现暴力事件 是的 对不对 就是 但是呢 你没法控制所有人 这种理性 是靠大家 就说 就靠你说的那种 非常非常高度的 这种谨慎 对 就是再不能错过 绝对不能出问题 对 靠这个 但是你挡不住几个人了 你挡不住那几个人了 还可以补充说 就是到戒严 到清场之前 实际上广场就剩千万人了 还有个 你北京学生 各位各位 各位 各位稍微提一下 但也空 我讲一句话 讲什么话 本次会议到此结束 对对 本次会议到 rates 他们可能 Father 在你前面 аж